以前在那個業界,因為以SEAL的好處就是說 它這個環境不用另外安裝 它本身就內建在這個環境裡面 所以理論上,你不用再額外再去 裝一些其他的程式,就可以開始寫程式 我覺得這一點導致還不錯 第二個是說呢,現在很多的金融相關的行業 它沒有辦法讓你安裝其他的軟體 如果你要安裝軟體,必須要上一些千層 就是說呢,可能有一些軟體 即便你學了也沒辦法用 那VPA就比較沒什麼問題 因為它已經內建在ESEL 所以大部分電腦都會有ESEL這個軟體 也就是說,以後你要處理事情 我覺得最低限度,可能還是要把ESEL跟VPA學好 對你將來在處理工作上面 絕對是一個很大的注意 好,那剛剛我們講到的輸出 把這個公式丟到這個儲存格 程式該如何鑽寫呢 特別注意就是這樣 寫一個SUB 然後呢,你就是enter 或者是直接向下都可以 然後把那個公式寫上去 公式的話就寫什麼 寫這樣喔,把後面的公式丟到這個儲存格 那可能一般同學比較不太能夠習慣是 這個等號 然後把後面的東西丟過來 這樣的一個流程 可能慢慢習慣 我想應該也就沒什麼了 那再來的話,我們要來學回圈 什麼叫回圈呢? 這邊注意喔 接下來的話,因為第四列 我要讓它Ctrl向下 到103列 Ctrl向上就又回來 Ctrl按住向上、向下 就是移動到這個範圍的上面 上下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呢 把這個底下也全部完成的話 那我就需要呢 在VBA裡面寫一個回圈 而且是Fall回圈 那怎麼寫特別注意 其實也不難 但是非常重要 首先的話呢 請你在SUB下面按一個Enter 再按一個TAB 下一階 輸入什麼呢? Fall Fall就Fall回圈 Fall後面的話呢 你就加一個變數 一般習慣是用I這個變數 For I等於 第幾列呢? 第四列 空一格 到就打一個To 103 那這個意思是說呢 I這個變數呢 它裡面的值 會幫你從4一直產生到103 中間會一直跳 一直跳 跳下一個 所以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Next的意思是說 下一個值的意思 4的下一個 那就是5 5的下一個就利於一次類推 然後請你把中間這一行呢 搬到 選取之後 拖拉放在這個中間 然後把這個剛剛這一行按個TAB 按個TAB之後的話 那一樣啊 這邊多一行 把這一行delete掉了 OK 習慣這樣 它一定是這樣的結構 反正這個結構的話呢 一定是這邊一個TAB 這邊一定是兩個TAB 一個兩個 為什麼 因為它是它的下一階 這個是階層的一個概念 那再來的話 其實你就把什麼 把剛剛這個4怎麼樣 改成什麼 改成I不就好了 那特別注意喔 I改完之後 那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喔 你會發現喔 它全部都輸出了 不過呢 輸出完之後你會發現 有沒有到103 Ctrl向下 到103 Ctrl向上 但是問題來了 這裡面怎麼都長一樣呢 應該怎麼樣 這公式 應該是這邊要把它變成 剛剛是4 所以啊 這一個兩個三個 這個應該要自動幫我加1 才對啊 可是呢 我這邊沒有加1怎麼改呢 特別注意喔 接下來喔 這個也是相對難 比較困難一點的 你必須把什麼 把這個 這裡面總共有3個4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那問題啊 特別注意 你不是說直接把 把一個I塞進去喔 如果你塞一個I進去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執行 會怎麼樣 會找不到 為什麼 因為公式裡面變成什麼 FI了 欸 它就不work 為什麼呢 因為啊 特別注意喔 變數喔 這個變數 如果你把它放在置串 它就變成一個置串 所以你不能這樣放喔 那怎麼放 教各位一個方法喔 你必須怎麼樣 把這個變數 串接到這個什麼呢 這個字串裡面 那怎麼串接喔 我教各位一個訣竅啦 因為喔 我待會再跟各位講原理原則 你就先把口訣記下來算了 因為這個理解相對比較困難 一請你先把四先選起來 二的話呢 先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然後再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所以意思是說兩個雙引號 兩個and 然後裡面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呢 最後一步喔 把什麼呢 把and前後加空白 這有點像一個英文的敘述 and前後就是 and這個字 前後就再加上空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那這什麼意思喔 其實特別注意喔 意思就是把 本來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把它先切開來 切開來之後呢 再用and的符號 去跟這個變數串在一起就可以了 OK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不過這個是同學最容易卡住的地方 好 那後面怎麼辦喔 是 特別注意喔 一樣喔 背口 所以我說你們先背口訣好了 因為之前我每次都解釋一遍 然後同學就是那種黑人問號 然後後來我就說 不然你先把口訣先記好了 結果他多做幾遍之後發現 大概隔了好幾堂課之後 老師我終於懂了你的意思了 OK 大概是幾堂課啦 可能看資質吧 以各位的資質 應該下一堂課就懂了 有的同學可能要到期末才能懂 表示你的頓悟能力 比較勞頓一點的話 OK 不過我覺得啊 你不要鑽捏腳尖啦 反正這程式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樣子而已 OK 我覺得寫程式有時候 比寫文章還簡單啦 OK 因為字免很多嘛 但可以發揮 可以變出很多的花樣出來 OK 好 那再來的話一樣喔 雙一號兩個 先選取4 雙一號兩個移到中間 e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呢把end 控格 控 那一樣這個4也是一樣 所以h4也是一樣喔 選起來之後的話 雙一號兩個 移到中間 end兩個 移到中間 再加個i 然後空白 空白 特別注意喔 這一招還蠻管用的 不一定說你現在學VBAK 以後你學python也是一樣 學任何語言都是一樣 就是你把一個變數串在一個字串當中 做法都是雷同的啦 OK齁 好 做完之後的話把它執行 執行的話呢 你會發現呢 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呢 就自動完成了 有沒有 裡面的話呢 有沒有 4就變5了 5就變6 一直在一推 Ctrl向下呢 這個就大功告成了 那當然呢 底下的話 我們還可以再寫 把這個sub到sub的複製 貼到底下 也許你可以把它改 改個名稱叫清除 這個是錄製的清除 所以這個叫清除2 名稱不要一樣 因為如果一樣的話 它會 是可以一樣 但是它會產生錯誤訊息 OK齁 然後把它改成清除2 那特別注意 你只要把什麼 把這個等號的後面的東西 delete掉 給它兩個雙引號 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把這個雙引號 這個就是 這個意思是清除的意思 把裡面的資料清除掉 OK 把這個清除 意思說丟空置串到儲存格裡面 所以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會怎麼樣 裡面資料就全部不見了 OK齁 所以這個是輸入資料 這個是清除資料 OK 所以我們做完之後 一樣齁 你就可以在旁邊怎麼樣 再把這兩個產生出來 這兩個的話 其實如果重來的話 插入有沒有 一樣表單的這個控制項的按鈕 然後你拖拉之後的話 它會問你說 你是哪一個這個 一樣把它複製一下 確定 然後這個按鈕5 把它怎麼樣 改成 貼上就這一個 那你如果按它的話 它就執行了 其他都一樣 我想請各位試試看 主要就是把什麼 把剛剛的公式 再加上那個4回圈 OK 所以4回圈 4I等於4到103 Enter兩下打個NAS 然後把這個公式 放在中間就可以 最困難的地方就是這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把那個門號底線公式 跟清除二 分別把它加上去